大家好,我是Beka的高汇报地产经济一 今天是2023年的5月4号星期五 那今天的话呢 一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适合自住的一个房子 它这个房子有三面积有3600尺 3645尺 然后呢是5B5B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这个房子朝向特别好 那前面和车库们大家可以看到是朝偏北的 然后呢就是说后院呢是朝南的 所以呢这个房子的阳光 阳光基本上都在生活区 在院子里面在生活区 在客厅特别好 然后这个房子也是在一个 很好的成规模的一个小区里边 然后呢这个呢 它的这个地址的话 我会放在荧幕上面 它是在Carray Hay Packs交界的地方 让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门牌号是486 那挺多人来看房的 今天已经你看那些车子就知道了 有多少车子就是多少户 人家来看房 那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左边的话呢是一个dining room FOMO dining room 那它现在主人的话呢是用作一个办公室 对 我们把这个门关一下 因为外面有人在打电话 然后这个办公室的话呢 窗户也是有三个 采光也挺不错的 然后从办公室呢 可以直接去这个厨房 这是有一个这个放酒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厨房 这是冰箱 微波炉和这个microware和stope是一起的 一体化的 然后这是 这个是stope 然后微波炉和烤箱是一体化的 然后这个是抽油烟机纸牌外面的 然后granate的countertop sorry 有些炒 因为很多人 楼上楼下都有挺多人的 然后这是客厅 然后这个是厨房和这个餐厅 然后一楼呢 它是有一个房间和有一个权位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楼的半美生间 然后这个是一楼的这个卧室 一楼的卧室的话呢 也是光线特别好的 一楼的卧室 大家看到阳光特别好 然后这边卧室呢 有一个walk-in的一个shower 非常方便 老人 比如说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住在一楼的话 直接walk-in shower很方便的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来看看 有一个morning room 有个阳光房 阳光房没有开灯啊 但是光线已经非常的好了 这是有一个screen porch 也是非常好 那它因为院子超南吧 这个充满了阳光 其实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多了 将近五点半了 但是阳光还是依然是非常好 这院子非常不错的 平整的一个院子 那边是那个门 可以直接到达院子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是后院 这是房子的后面 后院很平整 然后这个而且是 它是一个cross-based的房子 它那个foundation是cross-based的 cross-based的foundation呢 会比staff foundation要贵 贵好几万呢 因为它成本的 建造成本造价要高一些 好嘞 那我们看完一楼 就去二楼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还只是星期五 就有这么多人了 然后这边应该是closet 对 一个大的closet 然后楼梯是石墓楼梯 然后楼梯是石墓楼梯 然后这个 这个中间有个loft 这个common area都是石墓的地板 然后那边是主卧 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 因为真的是太多人了 所以到处都是比较吵吵闹闹的 然后这个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 这个床呢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还有tray ceilings 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主人房的卫生间 然后有两个单独的things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closet 可以一个water closet 这个是closet 然后这个是厕所 然后这是衣帽间 衣帽间他们都做了这种 这种格子的这种木头的这种shell 挺不错的 这个loft也是 然后我们看这边 这边是一个launch room 然后这边有两个次卧 这两个次卧是共用一个jack and jill的这个 呃 卧室 就是那个bathroom 就是其中一个卧室 这边也有窗户 所以采光很好 然后这个卧室是跟 它有一个jack and jill的这个权位 跟另外一个房间联合起来 就共用一个 这个台面是属于这个房间用的 然后这个台面是这个房间用的 所以它这个是两个房间 共用一个这个 啊 富bath 就是他们在女孩的房间 exact and then it's like has some accents like the accent wall and 然后呢 啊 launch room 里面有一个sink 有个sink 我一直在问 为什么 如果有一个bathroom 你会不会比较 然后这边 它是有另外一个房间 就是最后一个房间 它现在这个房间 它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学习室 这个房间是朝北的 然后这个房间可以用这一个权位 好了 那是这个房子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这个房子 大家从这个看房的热度可以看出来 现在还没到周末 是周五 就这么热 这么好 这么多人来看房 我估计这个房子会走得很快 因为它学区挺不错的 它location很不错 小区也很不错 房子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2018年的房子 也算是五年内的私心房 就是整体保养的都挺不错的 能看得出主人的这个维护情况 都是蛮不错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欢迎演习一 我的手机号是919-986-8879 我的微信号是NCBestRip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如果您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中文字幕——YK